11月23日是感恩节,著名演员黎姿在社交网站上,发文转写心中感慨,并晒出了一张大手托小手的照片,正中间的心颇为抢眼,令人看了被叫温馨, 他说,今天刚好是感恩节,其实感恩两个字,也是我的人生座右铭,孝顺父母是感恩,爱护环境也是感恩大自然,感恩不是因为得到利益,而是珍惜日常生活的点滴,欣赏美景,品尝佳肴,享受团聚的欢乐,珍惜人生中遇上的每一位朋友,每一个微笑,每一片善意,每一段缘分,懂得感恩, 就会变得有责任感,积极处事,尊重他人,做更好的自己,所谓有福气,不正是这样吗?